小伙伴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困惑 比起自己的优点永远都会关注那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纵然我有十个优点 但还是会更在意自己不擅长的部分 并把一些事情的失败归引到自己不擅长的那个方面 然后十次的内耗 如果你也一样 那我今天分享的经历或许可以帮助到你 我手里拿着就是盖洛普优势测评报告 它是全球认可度最高的优势测评之一 这个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要聚焦优势去成事 而不是聚焦缺点去改善 上一篇我们要详细介绍盖洛普报告是什么 今天我还是会拿我自己的盖洛普报告为原型 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去解读我排名前十前五的优势的 我们开始 当你翻到盖洛普优势报告的第一页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横条 横条上有不同的颜色 它代表的就是你自己的才干排序 对应的不同的才干维度 绿色就是战略思维 蓝色是关系建立 橙色是影响力 紫色是执行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加强的这一列 这就是在这个报告测评的解读中 你排名前十的优势才干 然后这一部分呢 更多的浏览也包括你的劣势才干 就是排名倒数的才干 但因为盖洛普它是一个更聚焦你优势才干的报告 它会重点的去解读你排名前十的优势才干 告诉你它是什么以及怎么用 第二页中就可以看到 这十个优势才干的分布 那拿我来说 我的前十基本上都是分布在战略思维和影响力上面的 那它也有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用 首先就是阅读 其次是去反思 去思考你过往能够匹配到才干的一些经历 第三呢就是强化思考每天可以怎么样去使用它 第四盲点 最后就是关注第六到十个优势才干 第六到第十个才干它并不是你的首要的优势 但是它可以算在你优势才干之内 也可以适当地去做阅读进行了解 接下来对应呢就是排名前五的才干的解读 它主要有三块部分组成 第一块就是理念这个才干怎么样走向成功 第二就是你是如何运用理念这个才干的 对于底色的这些文字每一个人它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正版的报告它会根据你自己在做题过程中 你这个才干和其他才干发生的互动 属于你自己独特的一个才干表现 比如说同样我和另外一个人都是理念排第一 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特质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解读这些文字都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做盖洛普正版的测试 对应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取行动 强化自己这部分的才干 可能留意的一些盲点是什么 那今天我们对这个报告的拆解就到这里 我们主要通过一个解读框架去看 应该怎么样去解读这篇非常长的优势测评报告 下一篇 感谢观看